喂喂喂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我肥康 昨天就跟大家去講講這些大陸人的壞事 誰不知在我講完之後 就突然間很多新聞就彈出另一則新聞 Wish It就是講一兩個日本VTuber 就是講過台灣兩級字 然後就被這個大陸人不斷去攻審 甚至被封殺 在我講這單新聞之前 記得幫手Like一條影片 Share給你的朋友 還有記得幫手訂閱本台 如果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不妨在下面就留言 我們一齊來看一看一篇文 這篇文就是來自香港同人的一篇文 大概說一件事 這個VTuber赤井心 在9月24日在自己的Youtube頻道 分享台外聽眾所在的數據 當中出現台灣兩顆字 然後被大量的中國網民互調 表示台灣就是中國的一部分 不是一個國家 第二天 VTuber同身可可 亦都有發佈聽眾分析數據 當中的圖表 寫著熱門國家四顆字 當中這個熱門國家這個表 就出現台灣 兩位VTuber被BillyBilly 剝奪了這個發佈的權限 同身可好 在9月25日的影片重溫 亦都變成非公開 當然兩位VTuber的公司 在27日發表的聲明 表示公司旗艾的藝人 即是那兩位當事人 在直播的時候 言行不當 包括有什麼呢 就是有這個機密的內容 將這些機密內容 公開及二次使用 進行不恰當的發言行運 以及損害一部分的地區人民感情 兩個將被停止三個禮拜 到10月19日 亦都並進行徹底的公司章程教育 當然同身可可 在Twitter上道歉 表示考慮了內容獻血考慮 並會努力改善這方面的意識 赤井心亦都在Twitter上道歉 當然 公司道歉之後 亦都引起很多亡文真意 這篇道歉信 大概內容都不太說 我們就想欣賞一下一班中國網民說了什麼 來自一位中國網民 就說 這篇既然已經鎮身了 想要將創口毫無法選地收服 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 同身可可發表不恰當的言論 造成中國市場的損失 本人因為言論造成後果 這兩天受騷擾苦不堪言 固然這番莫名其妙的行為 是自作自受 難緣結束 但是貴公司 就在其中裏面做了多少動作呢 已經在過去兩天多 多少本應該去假期享受樂趣的人 已經被你們心情爆炸 OK 要讀的 有多少本來想被粉絲帶來快樂的VTuber 還租打擊 你們要這樣做 不單是發表了同身可可處理的言論 更多是對所有關注這件事的人 進行詳細的解釋和處理 OK 讓所有人明白你們在兩天內做過什麼工作 終然我只是普通的觀眾 在這幾天的憤慨之下 依然希望你們就可以做更多的解釋 即使我沒辦法原諒你們 也都必須完全了解事情的經過 因為 就是你們的品質 難用你的stuff 就是全部是生水少偷嗎 真是有何失望 看完這位大陸友 屌你這個老母 你的心是不是這麼容易爆 是用玻璃做還是用紙做 屌你老母 人家不是有心提這兩個字 大家都知道YouTuber 就是那個表 就是日本國家的表 是有寫台灣這個不是他的問題 而這個問題 本身的系統是這樣寫 你是不是屌 如果這樣屌的話 你是不是屌著脫線 大家都知道有這件事 而露出台灣兩粒字 我不知道問題在哪裏 你說破壞了你們的人民之間的感情 我只提台灣兩粒字 不是提台灣No.1 就像以前有個外國鬼妹那樣 提台灣No.1 而是真的不小心寫台灣兩粒字 你們就不用這樣 究竟是他去破壞了你們一個 即是十月一號的開心放假的情懷 還是你們的心 是擺了很多 在這件事裏面 然後玻璃心爆了 不擺腳了 然後找其他人去動 對不對 然後你說別人不擺處理 別人就處理了 別人好老實說 整件事就是有問題 整件事是因為 叫做把機密信息 即是那些數據 放上去 放上網 那這件事就處理了 處理了 處理了 你還想有什麼處理 那當然 有些人 很瘋狂的 這些就很誇張 不看了 然後就是懶知識 突然上 Twitter 聲明就少了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 瘋狂的 又是一個中國原則 要不要這樣瘋狂的 大家都知道 他不是認同你這件事 他只是賺錢 賺錢就要 是要逼別人去支持你這件事 你這幫瘋狂的 左膠 是瘋狂的 當然不是一兩個人 你看看這個人 喂 喂 沒話說就有話說 Twitter上的一國兩制就什麼了 一國兩制就什麼了 屌狂的 沒有你這些中國人 要不要玻璃心 沒有提供一國中國原則 要不要 是不是每次做生意 都要說 我支持一國中國原則 一國兩制我支持 我支持 我支持習近平 但是 是不是要這樣說 才做生意呢 瘋狂的 你去到別人國家 你都不就是這樣 屌狂 你都不是尊重別人那些事 要別人尊重你 你瘋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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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這些有很多這些事情 我經常要說面子 然後就有些正常一點 那兩個字 就說 就這 OK 三個禮拜 摩奶也一個月 意思 這件事 已經是沒有嚴重過摩奶的事 我真的服了 跨人章也是這些事情 這件事真的好人小事 那當然 還有一些大陸有 又讀一下 我看完 很生氣 那 第一件事 這位中國網民就說話 作為一個中國觀眾 我只能接受兩個劑果 要麼就是這個可可 就在Holo走出去 要麼就是這個Holo 就在中國那個爬 我不明白她說什麼 大陸我猜她是 要麼就是這個Coco 那就是這個公司 要麼就是這個Holo 那就是這個公司 要麼就是這個公司 要麼就是這個公司 大概就是這樣 第二 這宗聲明 是直接把蜥蜴的故意行為 說成過失 失屬NB 唉 不想知道說什麼 說話 失屬NB I don't know 你說話都這麼 陰阜 然後第三 我覺得很瘋 希望國內的觀眾 屁股不要扭歪了 就怕這種 那種 哎呀 他們怎麼樣 那種沒有扭的 艇狗 艾軍 癡 那人家 就是那些理性 小小 小小 你這班 小粉紅 喂 有人要跪在這裏 做生意 跪在這裏做生意 才這樣 有理性小小 都覺得 這件事 都是高開的數字 小事都扑街了 然後就說 喂 我喜歡很多的 Holo的VTuber 但如果 Coco 這個 可可不畢業 我一樣都會要求 Holo傳員 從中國爬 中國人 是我們 的先份 那你喜歡做中國人 人家 真是賺錢 人家不一定要認同 這些人扑你的街 好 你不喜歡看的 學一句說話 學阿Baron那句 快扔了Youtube 快扔了Bilibili 快扔了那間公司 你敢不看 扑街 扔你老母 是 直接叫人 扔你老母 你扔你 扔街 是不是 你看看這些留言 我看多幾句 扔街 神經病 還有這些 唉 還有多少 看多少 那些 神經病 我也是無人知 我能原諒 那你性粉 我不講太多 那這裡沒有 你看 你們是神經病的 又是這些 要是開除他們 至少不要永遠出現 在大陸地區 要是你們 快扔了Youtube 他 快扔了大陸 神經病的 喂 人家真的 不是說一些政治理論 不是像我那樣 而是他 在這個平台 只是提了兩粒 即他沒有心地提兩粒字 真的嗎 不更何況 人家都是利用了這些 處分了他 雖然 這件事 他們兩個 是真的 問題就在於 你公開了那些數據 而且公司說明 是不肯公開 他按鈎 你罰他 你罰他 但現在你說台灣 那兩粒字 不是他講的 他都沒有 期望是你說的 是吧 那難道美國人 就不能說 你身份玻璃心 你媽 什麼東西都是這麼玻璃心 你上幾年前有一宗的周子猿 就是舉著一支台灣旗 就是那支台灣旗 然後你整班人就吵架他 其他人都舉過 每一個就是被人搗亂他 混蛋 喂 不要經常怪那些人 我這麼不喜歡中國 什麼歧視中國人 其實大陸人有時歧視 就是在某一方面發生的 是你才令到那些人歧視 不是那些人特意去歧視你 對不對 剛剛先 你做了一些這樣的事情 要別人去迫別人去支持你這個政治立場 甚至是那個批鬥的方式 要別人支持你 想那樣東西 那為什麼我去支持你 為什麼我要去歧視你 喂 如果我這樣包庇你這樣的行為 喂 整個世界就沒有天理的了 整個世界就被你這樣的批鬥文化去批鬥 喂 我怎麼做生意 我怎麼去說我只想說的東西 喂 自由 民主就是要一個 一百個人有一百把聲音 不是就是歧視你老母 一百個人 全部都是一把聲 歧視你 可能說過癮 經常歧視你大陸人 喂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我都遇到這件事情 評論就是 唉 就是要迫使別人沒有飯吃才安樂 不要緊的 別人不靠你那個東西滾吃 就是你 拿到你那些流量 十多萬流量 就是多 那你Superchat是少於別人 那麼小 是不是 我只靠Superchat 會員 我都夠收 是不是 對不對 你是多錢的 但是我 跟你做生意做的 我還是學一句 那我快點了你那個billybilly 對不對 如果有骨氣一點 我覺得你那間公司 你還有一點點骨氣 快點了它 是很大損失 是在中國市場是大損失的 但是你這樣被人 不斷地擲來擲去 連你那個尊重都不被受尊重呢 真的你做生意做得都是 沒有人要人 要人聽你說 說什麼 是不是 這次就 講到這裏先 講完這件事 我心裏面 將那些對大陸人 那種不滿 發洩出來 我個人真的不知多舒服 那這次就講到這裏為止 希望記得幫忙 LIKE SHARE 還有記得幫忙訂閱本台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